我们正在罗马尼亚的康斯塔萨岗装煤炭 说到罗马尼亚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哪 但是我要说在乌克兰的旁边 大家就应该知道了吧 本航式我们预计装载8万2千多吨煤炭 也就是1億6千多万斤 预计两天装完 虽然说现在俄罗事件比较危急 但是在这边并没有感受到什么影响 伴随着银行员的下船 我们也即将开启长达50天的超长回国行程 使行程8578海里 可以说绕地球进半圈 有没有老铁知道 我们开航后的第一件事是做什么 当然是装卸货后的善后工作 那就是冲洗甲板 我们必须要及时的清理干净 这些散落在甲板上的煤炭 水手嘛 工作必须有玩水的项目 冲甲板这个活本身并不累 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天气冷了 热了 风吹日晒 咱们都得瘦着 之前有老铁问我 做海员和农民工哪个好 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下比较 首先从收入方面来说 农民工的收入其实也不低 但是工作不稳定 没有连续性 比如天气不好 或者冬天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可能就没活了 但是海员一年当中 只要你愿意 可以连续工作12个月 一年拿回家 15到20多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然大多数船员每年都要休息休息 咱也不是机器 劳逸结合嘛 再说食宿方面 农民工吃的都是大锅饭 追求饭量而不是追求质量 住宿也是工地的集体宿舍 海员火石还是不错的 自住形式讲究营养 荤素搭配 还有水果供应 住宿也是单人单家 卫生且私密 再从工作强度方面来看 农民工都是干一些木工 瓦工 钢筋工的 工作强度比较大 时间久了身体还是会吃不消的 而海员工作主要是以值班为主 当然也有少量的体力劳动 但是工作强度远远不及农民工 从长远来看 农民工除非自己当上了小老板 收入可能会增加 但是海员有非常完善 且公平的晋升空间 比如最普通的水手 也可以通过努力晋升一直到船长 收入也会水涨船高 最重要的是海员上船后 基本上没有任何开销 能攒下钱 当然唯一不好的一点 就是于家人去少离多 这一点农民工离家近的还好 离家远的其实也差不了太多 其实我们水手最累的活呢 就是扫舱 因为现在装的是煤 如果下一个行次 要是装粮食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对大舱进行特别的清理 这个比较累 但是额外的工作呢 劳费还是挺可观的 现在我轮正航行于黑海海域 遇到了强风天气 浪都已经打到甲板上了 只能说啊 这个风浪来的不小 如果它要是早来几天啊 咱们随手就不需要重新甲板了 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下 黑海的海水不是黑色的 红海的海水也不是红色的 我们看到的大海基本上都是蔚蓝色 这个主要取决于光学性质和海水的浮游物质 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后 我们到了爱琴海 都说这里是西方文明的摇篮 更是浪漫爱情的象征 穿过地东海后啊 交了300万的过路费 进入水运河 到了这里之后啊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天气变得比较热 两边都是大沙漠 而且空气温度已经达到了30多度 这样的情况之下啊 船上基本上是不会安排工作的 我们就猫在房间里吹空调 上网看电视 以访重数 接到饮水之后啊 我们很快通过了随时运河 红海又航行了三天多的时间 准备进入雅丁湾 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 刀片师王 高压水枪 全船武装之后啊 我船还申请了军舰护航 这里有的老铁就问了 军舰护航是怎么收费的 这里我可以很自豪的告诉大家 我们国家被护航的商船 是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的 但凡进入海盗区的中国商船 都可以向中国传统协会提出护航申请 并由传统协会向中国交通运输部提出护航申请 护航编队确认好时间到达什么位置 军舰就会在这里等你 这就是中国力量 在这里我们为伟大的中国点赞 安全通过雅丁湾之后 我们在印度洋行情 在大洋行情的时候啊 工作会相对轻松 有时候啊好几天都看不到一条船 甚至连只鸟都没有 有人问了 放大洋行行是不是特别的枯燥 特别无聊 其实呢 这个也要看情况 看船上的氛围 以及船舶的管理怎么样 放大洋 其实大家呢 要想办法搞点娱乐活动 放松放松 当然了 也少不了 事事何何 前方就是新加坡毛地 我们基本上每次都会在这里 进行食物和燃油的补给 毕竟这里的油还是比较便宜的 在经过七天的航行 我们船已经抵达我们的目的地港口 山东日照南山港 本航次即将结束 我们本期的视频也要接机为生 我是海云松老师 带你走进海云生活